同学你好 欢迎你选修细胞生物学 我是本门课程的主讲老师 从今天开始 我和我的团队将和你一起 探索神奇的细胞世界 也许你想知道 为什么你就是独特的你 而和我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妙动听 又能够感知食物的酸甜苦辣 其实这就是生命的奥秘 可是什么是生命呢 尽管我们很容易区分出来 人是生命 而一块石头 一粒沙子不是生命 但是我们要给生命一个定义 却是相当之困难 至少在180年前 人们根本无法从生物学角度 给生命一个定义 今天我们知道 所有生命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细胞生物学 恰好就是研究和解释 细胞基本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 通过研究 以其回答 生命是什么 生命又是如何运行的 细胞如何增值的 一个单一的细胞如何发育成一个 复杂的个体的 这些秘密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看一看 细胞的发现及细胞学术的诞生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细胞都非常小 肉眼难以看到 其直径单位不用米 而用微米 以卵细胞为例 我们看一看 最大的卵细胞 大概应该是 鸵鸟的卵细胞 鸵鸟卵细胞 其实就是 鸵鸟蛋去掉卵壳和卵氢以后 剩下的卵黄部分 它的直径 大约在五个厘米 比鸵鸟卵细胞小的是 鸡的卵细胞 大概是两到三个厘米 而人的卵细胞 其直径只有150个微米 这么小的一个卵细胞 我们根本无法用肉眼看清楚 因此对细胞观察 必须借助显微镜 那么谁是第一个 发现细胞 并讲述细胞故事的人呢 这要追寻到三百多年以前 当时不少的欧洲科学家 都用原始的显微镜 观察各种生物材料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英国的物理学家 罗伯特·虎克 罗伯特·虎克 他用自制的显微镜 观察软木切片 当他在观察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 软木内部呈现了蜂窝状结构 当时他写道 我一看到这些形象 就认为这是我的发现 因为他确实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微小孔洞 也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我理解了软木为什么这么轻 在他的描述当中 他第一次用CIR来表述他所观察到的结构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CIR翻译成中文 其实就是细胞 我们也知道 罗伯特·虎克 当时观察的所谓细胞 其实是一个植物细胞 死掉以后残留的细胞壁 那些蜂窝状的结构 其实是植物细胞死了以后残留的 而观察到活细胞的人 是另外一位科学家 他就是荷兰的商人 叫做列文·虎克 列文·虎克 他有一套非常高超的显微镜 或者说透镜模制技术 他在1674年 用自制的透镜观察到了血细胞 也观察到了池塘中水生的原生动物 甚至于观察到了人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精子 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完整的活细胞 列文·虎克 把他的观察结果写信报告给了英国皇家学会 很快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充分肯定 并很快成为世界的知名人士 列文·虎克其实他是一个商人 有人说列文·虎克不小心就成了一个生物学家 因为在当时做生物学的人很多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 包括罗伯特·虎克他实际上是一位物理学家 从1665年人类第一次发现细胞 到1838年之前有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关于细胞和生命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由德国的两位科学家回答的 1838年 德国植物学家斯莱登发表了植物发生论 指出细胞是构成植物的基本单位 紧接着第二点 德国动物学家斯旺发表了 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一致性的显微研究论文 指出除了植物 动物也是由细胞构成的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著名的细胞学说 其实细胞学说回答了细胞和生物体之间的关系 但是关于细胞怎么来的 这两位科学家 他们并没有说准确 他们当时认为细胞来源的方式 是从已有的细胞当中蹦出来的 关于细胞的来源方式 德国的另外一位病理学家威尔肖 他指出细胞只能够来自于已有的细胞 其来源方式是通过细胞分裂的方式 因此到此为止 关于细胞学说的完整内容就有了 细胞学说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 所有生物都有单个或多个细胞构成 第二 细胞是所有生物体结构和功能基本单位 第三 细胞只能够来自于已有的细胞 其来源方式是通过细胞分裂 这就是完整的细胞学说内容 当然了 也许你会问细胞只能够通过分裂 而不能通过融合而来吗 比如说受精卵 受精卵就是通过精子和卵细胞相互融合而生成的 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你想一想 精子和卵细胞怎么来的呢 它们显然是通过细胞分裂的方式而来的 细胞学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学说 那么细胞学说 它的伟大性 恩格斯给了它一个评价 认为细胞学说呢 是人类在19世纪的自然科学当中的三大发现之一 为什么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是一头大象 我们知道它可能代表的是力量 而这是一只玫瑰花 它代表的是爱情 那么这时候 一头大象手捧一只玫瑰花 它代表是什么呢 我相信你在了解细胞学说之前 你很难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其实呢 不管是大象还是玫瑰 它们都由细胞构成 因此呢 大象手里拿走玫瑰花 其实是代表了细胞学说 从1838年到1839年 斯旺和斯兰登确立了细胞学说 到1859年 达尔文确立的进化论 和1866年 孟德尔确立的遗传学 我们知道 它们都是现代生物学的三大基石 而细胞学说呢 又恰好是后两者的基石 细胞学说建立后 一些细胞器和细胞活动相继被发现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 随着电子显微镜超薄切片技术的发展 以及分质生物学概念和技术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以后 细胞生物学这一学科 最后得以确立 我们如何给细胞下一个定义 说法有多种 我们觉得 给细胞一个最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从不同角度理解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第一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单位 所有生物都由细胞及其产物构成 我们知道 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几千万种 尽管它们形态各异 大相径庭 但是呢 无一例外 均由细胞构成 无论是单细胞生物 还是多细胞生物 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以人为例 我们人类 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 粗略一算 它的细胞类型 应该是两百多种 细胞各数呢 作为一个成人 它在十的十四脂肪左右 就包括神经细胞 包括血细胞 包括成纤维细胞 包括参与运动的 肌肉细胞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 不管是我们身体的 哪一个部位 它们都是由细胞 及其产物所组成的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层含义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功能单位 一切代谢活动 均以细胞为基础 我们讲 单细胞生物 依靠一个细胞 就可以完成运动 呼吸 排泄 和生殖等 一系列生理活动 而多细胞生物体呢 更多的依靠 细胞和细胞之间的 相互合作 完成更为复杂的 生理活动 比如说 我们的一言一行 一平一笑 无不与细胞相关 这样一幅动画 就是一只猫 看见一只老鼠 这时候 它拔腿就跑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只猫 要看见老鼠 一定要通过 视网膜细胞 感受光信号 然后呢 通过感觉神经元 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 在大脑加工 产生指令 再通过运动神经元 控制机细胞收缩 从而这只猫啊 就能够拔腿去追 那只老鼠 因此呢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 功能单位 细胞的生命活动 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以物质代谢为基础 以能量代谢为动力 以信息调控为机制 这是第二层含义 第三层含义 我们来看一看 细胞 它不仅仅是 构成生物体的 结构与功能单位 而且呢 是繁殖的基本单位 是遗传的桥梁 古人云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它的意思 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学会感恩 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 生命来之不易 并不是说 我们身体的皮肤 头发 直接从父母那儿 遗传过来的 因为 父母 遗传给我们的 其实是遗传物质 而这些遗传物质 比如说DNA 遗传物质 它的遗传形式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DNA 而是以细胞的方式 遗传过来的 因此 不管单细胞 还是多细胞生物 其繁殖和遗传 离不开细胞 单细胞生物的繁殖 表现为细胞 一分为二 而多细胞生物呢 依靠细胞分裂 形成特殊形式的生殖细胞 这个时候 上一代的遗传信息 就储存在生殖细胞中了 那么通过生殖细胞的结合 产生新一代 产生新的个体 细胞合成的遗传信息呢 它就指导 下一代生命个体的构建 因此我们说呢 细胞是繁殖的基本单位 离开了细胞 所有的遗传信息 是没有办法遗传下来的 第四 细胞是生物体 生脏和发育的基础 我们以人的胚胎发育为例 来说一说 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离不开细胞的生长和发育的 我们知道 一个精致和一个卵细胞 完成受菌作用以后 这个受菌卵呢 就开始分裂 开始进行发育 直到这一个胚胎 建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始终是离不开细胞的生长 离不开细胞的发育 也就是说 始终是离不开细胞的增殖 分化 甚至于是死亡 如果细胞的增殖 分化 死亡 发生紊乱 是不可能 构建成一个正常的胚胎的 也不可能 发育成一个正常的胎儿 因此呢 我们说 细胞是生物体 生长和发育的基础 从更大的尺度来看 从生命起源和进化 这个角度来看 在这一过程当中 仍然是离不开细胞 我们知道 地球在四十多亿年前 就形成了 之后 大约在三十多亿年前 有了最原始 最简单的一个生物体 其实就是一个单细胞生物 再往后 那么生命 它朝着更为高级 更为复杂的方向 进行演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非生命的物质 形成含有遗传物质的 原始细胞 标志着生命的出现 而此后 便进入生物进化阶段 我们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生物的进化 它其实是 以遗传物质的变异为基础 而遗传物质的变异 要积累下来 它一定是需要通过 细胞增殖分裂 然后呢 传递给下一代 因此我们说 细胞是生命起源的归宿 是生物进化的起点 那么这里有一个图 也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呢 他的额头有一块白斑 那么这个白斑的原因 现在知道 其实就是瘦素细胞 它的上面 瘦素细胞膜上面的一个 CK体 这个受体基因 发生了变异 发生变异以后 导致瘦素细胞 它的瘦素层级 过程发生紊乱 因此呢 它的额头 就出现了一块白斑 那么这个基因 在其他生物当中 是否有 是否具备 相同或者相似的功能 这个时候啊 科学家 就将小鼠拿来做实验 那么将小鼠的那个基因 把它敲掉 敲掉以后 这个时候出生的小鼠 这个时候恰好啊 也在额头上啊 产生了一块白斑 这充分说明 生物通过生命进化的方式 那么保留了很多很多 相同或者相似的一些基因 因此呢 无论是从细胞结构 到细胞功能 到生长发育 我们要探究生命的奥秘 离不开对细胞的了解 所以早在1925年 生物学大师 维尔森就提出 一切生命的关键问题 都要到细胞中去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 构成生物体的细胞 种类繁多 形态和结构都不一样 最长的细胞 神经元可以长达一米 而最小的细胞 支援体 其直径只有0.1至0.3个微米 不仅如此 它们的功能也不一样 神经元可以传递神经冲动 血液细胞 它可以执行不同的功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发现 这种细胞差异太大 但是呢 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细胞 其实是有基本的共同点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细胞的基本共性 有哪些 第一 所有细胞 都有相似的化学组成 也就是说 在组成上 不管什么样的细胞 它们构成的基本元素 都是相似或者相同的 比如说 它们都由 碳 氢 氧 氮 氮 氯 氯 氯 这些元素构成 而这些元素 又能够进一步 形成氨基酸 核甘酸 脂和糖类 这些 氨基酸 核甘酸 脂或糖类 是进一步构成 细胞基本构建的 最基本的一些分子 细胞共性之二 就是所有细胞 都有细胞质母 细胞质母 由什么构成的呢 细胞质母 主要是由 脂分子和蛋白质 形成的 由零子双分子层 与各种膜蛋白 构成了细胞质母 形成细胞质母 以后 这个细胞 就可以与周围的环境 分隔开来 从而维持到细胞的 相对独立性 和稳定的内环境 此外 有了细胞质母 细胞还借助细胞质母 与周围进行物质交换 以及信号传递 第三个共性 不管是复杂的细胞 还是简单的细胞 细胞功能要执行 它需要表达它的遗传信息 那么这些细胞 共性之三 就是具有相同的遗传装置 所谓遗传装置 指的是 遗传信息 遗传物质 它的储存形式 我们知道 所有细胞的遗传物质 都是以DNA作为储存 和传递遗传信息的 有了DNA以后 DNA可以转入生成RNA 转入生成的RNA 可以进一步指导 蛋白质的翻译 蛋白质的合成 而蛋白质的合成 它是需要借助合糖体的 因为合糖体是 蛋白质合成的机器 那么不管是DNA RNA 还是合糖体 这些呢 都是所有细胞 它的遗传装置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遗传信息的表达 它是有相应的密码的 各种蛋白质 各种细胞 它们要表达 这些遗传信息 其实呢 就使用了一套 相同的遗传密码 除此以外 细胞的增值方式 它其实是以一分为二的方式 进行分裂增值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复杂的 高级的细胞 还是单细胞生物 这种细胞的来源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它是以一分为二的方式 进行增值的 说这是所有细胞的一些 共性了 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种复合体 这种复合体呢 就是病毒 那么这个图 显示的是什么呢 显示的是牛 鼻器管炎病毒 它的结构 非常简单 在最外边 是一层囊膜 再往里走 就是由蛋白质 形成的一壳 在一壳内 是病毒的核酸 储存部位 这种病毒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 蛋白质和核酸 形成的一个复合体 那么这个复合体 是不是生命呢 我们就要看 这个病毒 它具不具备 细胞的基本共性 比如说 它的增值方式 它的蛋白质翻译机器 是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 病毒的生活 或者病毒的生命活动 其体现 是要依赖于细胞 而且呢 是要在细胞内完成的 当病毒进入细胞之前 或者离开细胞之后 它没有生命活动形式 只有当它在细胞内 它才借助利用细胞的 遗传装置 物质 能量 来表达 自身的遗传信息 因此呢 病毒 遗传信息的表达 是离不开细胞的 此外 病毒的增值方式 它不是 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 病毒 进入细胞内以后 它的蛋白质 它的核酸 得以表达 然后呢 在细胞内进行组装 产生新的病毒颗粒 然后被释放出来 产生 病毒 这种增值方式 我们把它叫做 病毒的复制 病毒啊 和细胞 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来看 病毒 不是一种 严格意义上的 完整的生命 当然也有人说 病毒 是生命 它只不过是一种 非细胞形态的生命体 那么 你认为呢 在我们身边 放眼望去 从大象到小鼠 从参天巨树 到高步银寸的小草 差别太大 但是 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 你会发现 它们相同的组织 或者器官 其细胞大小 差别并不大 在结构方面 功能方面 它们都有 相同的细胞膜 细胞质 细胞核组成 而且呢 细胞类 都有类质网 线粒体 融媒体 等细胞器 功能也是 有相似之处 但是呢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很多我们肉眼 看不到的生物 比如说 细菌 放线菌 资源体 这些微生物 它们的细胞结构 就和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些生物的细胞 差别太大 这些微生物细胞 它们没有典型的细胞核 在细胞内 也没有 内置网 这些细胞器 由此看来 生物界 最显著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细胞层次 而不是大象和小鼠的区别 甚至不是大象和小草的不同 根据细胞类 有无真正的细胞核 20世纪 60年代 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 瑞士 把细胞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 是圆核细胞 第二类 是真核细胞 我们看这个图 所谓圆核细胞 就是没有典型的核结构 在细胞类 看不到一个典型的细胞核 而真核细胞呢 就是它有一个典型的细胞核 也就是说一串物质 它是储存在一个膜 所包裹的细胞系当中 除此以外 在真核细胞制当中 还有各种以生物膜为基础的细胞系 这是它们最大的 在形态结构上的差别 圆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其实圆物质有无细胞核 它们在代谢方式 遗传信息传递方式 基因表达调控 信号转导等各个方面 都存在显著差异 瑞士将细胞划分成 圆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让我们对细胞的认识 更加的直观 划分的意义也是特别重大 而在真核细胞当中 有些细胞结构简单 有些细胞结构很复杂 而且不便于研究 在这儿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 来表述这个意思 说有一位老太太 境界特别高 她捐了几十块钱 给一家肿瘤研究机构 资助他们进行肿瘤研究 到年底了 这位老太太 到了肿瘤研究所去问 我的这笔钱 你们是用于肿瘤研究吗 肿瘤机构负责人 就告诉他 我们把你这笔钱 拿来研究了酵母细胞 研究酵母细胞 是如何增值的 她的增值是怎么受调控的 这位老太太当时一听 就不高兴 就说 我明明是拿来捐助你们 搞肿瘤研究的 你们为什么要拿来做酵母细胞 这是一个故事 其实我们想一想 这里边 这家肿瘤研究机构 确实是没有违背 这位老太太的初衷 它的钱确实是用于肿瘤研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酵母细胞 它是增盒细胞 酵母细胞的增值 和调控机制 和其他的动物细胞 包括肿瘤细胞 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 我们通过研究酵母细胞 可以获得很多的 关于细胞增值 发生紊乱 产生肿瘤的一些机制 因此细胞界 划分成圆核细胞 和增核细胞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后来人们又发现 在圆核细胞当中 有一个类讯 它们的遗传信息表达 与其他的圆核细胞 差异相当大 反而与增核细胞 更为接近 于是人们把这类细胞 从圆核细胞当中分离出来 称为骨核细胞 骨核细胞 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骨核细胞经常发现于 极端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 有些骨核细胞 它是生长在浓度非常高的 我们把这类细胞 叫做氏盐菌 还有一类骨核细胞 它可以生长在海洋深处的热泉口 那里的温度非常高 甚至可以达到100摄氏度 在这种环境下 这类生物就能够很好的生存 反而在我们人体所生存的环境 这种温度反而不能满足它 因此呢 这么一来以后 将骨核细胞 从圆核细胞当中分离出来 整个生物界就有三大类细胞 第一类是圆核细胞 第二类是骨核细胞 第三类就是真核细胞 这三大类细胞 构成了生物界的不同类群 圆核细胞构成圆核生物 骨核细胞构成骨核生物 而真核细胞当中 就有我们的很熟悉的 比如说植物 动物 真菌 和一些原生生物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圆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它的一些比较 从这幅图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圆核细胞 大小 没有真核细胞那么大 此外 圆核细胞 没有典型的细胞核 而在细胞质当中 也没有真核细胞 所拥有的那些 背膜细胞器 这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那么我们从 演化的角度 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 真核细胞 和圆核细胞的差异 可能更容易一点 我们知道 真核细胞 它与细胞膜系统的分化 与演变为基础 首先就将这个真核细胞 分成了两个独立的空间 一个是细胞核 另外一个是细胞质 在细胞核里边 遗传物质 DNA 它的储存部位 就在细胞核当中 在细胞质里边 它又 以各种模系统为基础 分割为 结构更为精细 功能 更为专一的细胞器 因此在结构上来看 它是以模系统 分化与演变为基础 开辟成了两个独立的空间 有细胞核 核细胞质 此外 真核细胞 以为这些细胞器有 它的直径 显然比圆核细胞要大 这些细胞器 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内 它的分布 其实并非随机的 它的空间有序性的维持 靠什么呢 就靠 真核细胞当中 又出来了一种体系 这个体系呢 我们把它叫做 细胞骨架体系 因此 随着真核细胞体积的增大 与细胞内部 结构的复杂化 细胞骨架体系 对于其空间 合理布局的维持 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基础上 其实我们明白了 真核细胞结构 比圆核细胞复杂 功能比圆核细胞复杂 同时呢 相应的就可以理解 理解什么呢 就可以理解 真核细胞遗传信息 比圆核细胞要大 因此 真核细胞遗传信息量 与遗传装置的 扩增与复杂化 是比圆核细胞不同的 跟圆核细胞不一样 圆核细胞更加简单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那么遗传信息量和遗传装置 真核细胞都要复杂 复杂得多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真核细胞的遗传信息这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 真核细胞的遗传信息 主要是储存在DNA当中 而DNA并非裸露 DNA还和蛋白质形成染色质 染色质还可以进一步 折叠包装 形成高级结构形式 这种高级结构形式 不仅仅是 它的遗传物质的存在形式 在很多情况下 通过高级结构形式的变化 还可以对其遗传信息的表达 进行调控 当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那么遗传信息量 确实是比原核细胞大多了 因此我们能够看得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在真核细胞当中 遗传物质往往不止一条 而原核细胞呢 一个环状的DNA分子 其他的真核细胞往往是多条 比如说人有46条DNA分子 因此呢 有了这么多的DNA分子以后 真核细胞的真值 特别是在真值过程当中 要确保遗传物质的 准确复制与分配 这种机制呢 就比原核细胞要复杂得多 我们从这些角度来比较了 从演化和分化的角度 来比较了 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的差异 那么具体的细节和差异的话 可以看书 有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强调了 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它们的差异 它们的不同 其实在地球进化史上 或者说在生命进化史上 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啊 它们已经共同存在了近20亿年 在这么长的活平共处当中 二者呢 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关系 比如说 脊椎动物的消化道当中啊 存在数以百计的微生物 组成了肠道菌群 我们以大熊猫为例 它的消化道啊 它的肠道结构 它是一种肉食性的 但是呢 大熊猫 它并不喜欢吃肉 它喜欢吃竹子 而大熊猫自身呢 又缺乏消化竹子纤维素的酶 那么它吃进去的竹子 怎么被消化的呢 这个时候呢 秘密就存在于 其肠道的微生物 肠道菌群 对数族细胞的 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 与维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儿有一个图 显示的是 定制与小鼠回肠末端的 分结式状菌 与肠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 从这个图 我们清楚地看到 分结式状菌 与肠上皮细胞相互作用 通过这种相互作用 刺激了数族T辅助淋巴细胞 它的增值 其辅助淋巴细胞增值 能够分泌 白界素17等细胞因子 从而加强 数族对致病菌的 抵御能力 因此呢 我们从这一个 视力可见 长期的共存 使圆核细胞和增核细胞 之间形成了 复杂的相互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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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